大家早晨 為什麼有些人進入一間小標譜 就很喜歡討價還價 把價格按到這麼低 不過進入大標譜或者專門店 例如進入Lolix專門店 你猜他夠不夠膽跟職員說 喂!這隻Lolix半價了 我擔心會被掃把出門口 沒辦法 鳴欺負一些小標譜 我這個頻道其實都有一個能力 去幫大家 去爭取一些很損的價錢 有能力跟我的供應商討價還價 因為最主要是試貨不好 試貨不好 我們的討價還價空間 亦都是大些 再加上我之前都做了不少的 一些小成績 亦都令到我有更大的能力 去幫大家爭取一個好些的價錢 不過如果 如果一下 你謀謀然走入一間標譜 尤其是一些專門店 即是你基本沒有這個 意價能力 那麼當然啦 如果買同一隻新標 如果能夠便宜一點,當然是省一點 又可以多賣一隻錶 何必給一個沒有折扣的價錢 或者甚至超供價呢? 那就無謂了 經常聽人說,靚錶無限,子彈有限 你更加要好好的運用你有限的子彈 增添更多好的錶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這個頻道 現在還價這個工作就交給我 大家繼續留意我的影片 我會繼續為大家爭取更多靚錶、靚價 來給大家選擇的 拜拜